到目前为止 多线程的高级主题 我们聊过不少内容了 有任务调度 指令重牌的happen before 有veratile sled local 基于dcl的单立的实现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好好聊一聊锁的问题 因为这个锁呢 从我们讲多线程以来 就一直没有脱离过它 因为它是作为并发共享数据 保证一致性的工具 显然这个工具的地位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呢 把这个锁的原理啊 以及它的实现呢 手动打造出来 为大家以后对这个锁的理解 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以后我们学习JUC的锁呢 发现不过如此 只要大家把基础打扎实了 我们后面的高楼呢 就直入可待了 以前我们用的这个锁呀 可以把它理解为内置锁 说白了 系统提供好的 这个内置锁呢 有个特点 叫可从路 可从路锁 什么意思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朋友家里 你进到朋友家里之后呢 进到他的客厅了 你就有权利 进到他家的卫生间 进到他家的厨房 参观一下嘛 甚至呢 进到他家的房间里 对吧 这个东西叫可从路 可从路 所以在我们多县城里面 当某一个县城 试图获取一个 已经有他自己持有的锁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请求呢 会立刻成功 我们每个锁呢 它都有计输器的 那将这个计输器呢 再加个1 当我退出来了 它这个计输器呢 会减一个1 直到我这个计输器 等于0的时候 锁就释放了 如果没有可从路锁的支持 在第二次试图获取锁的时候啊 可能就会进入死锁状态 我们这个可从路锁呢 后期呢 是随处可见的 我们这里来看看代码 比如说我们这个同步块 我们已经获得了 这时的这个锁 当我在循环的时候 我第二次再去拿这个锁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假设我这里还要等的话 那这里面呢 就会进入我们所谓的死锁了 所以我们这个内支锁呢 都支持可从路 或者我们用同步方法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进入到A方法 B方法 然后O方法 比如O方法从这里入口 你看 第一次进入O方法 O方法里面呢 有一个synchronize的 我们进入到这个锁池里面 拿到了它的锁 接下来 G4.A 显然这里面的这个锁的计输器呢 就已经变成了R了 因为O是一个 A是一个 再往下走 B又是一个 那这个计输器呢 会不断的加1 当我用完了 退出来了 那这个计输器呢 会不断的去减1 好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从路的概念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Lock test 可从路锁 锁可以延续使用 以后这里写个方法 Public void test 来看一下 扫一个花货号 当我第一次获得了这个synchronize的Gist的时候 我下面是一个死循环吧 假设没有可从路的概念 你这里拿到了锁 这一块呢 还需要再去获锁的时候 那这里是不是可能是在等待啊 我们看这个代码 new locker test 点 test 看看我们这个内容能不能打出来 如果能打出来 说明它就可从路 来 出来了吧 显然呢 我们外面的锁呢 拿到了之后 可以往下带 好吧 往下带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从路锁 接下来呢 我们自己来实现锁 好吧 我们把它改成01 我们自己来实现它 实现这个可从路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没有从路的锁 这个没有从路锁呢 说白了就是个循环 来 不可从路的锁 那表示的这个锁呢 不可以延续使用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先写一个 不可从路锁 大家呢 不要把这个锁呢 想得很复杂 说的简单一点呢 就是自定义的类 class 锁呢 大家不要想复杂了 实际上呢 不难 也就是写一个类 类里面呢 有个对象而已 我们来看一看 好 这里呢 我取名字呢 叫lock 锁 锁里面 我们加个属性 表示这个锁呢 是不是被占用了 被持有了 是否占用 private bully is locked 等于force 莫论是一个force 接下来 用这个锁 和释放这个锁 使用锁 和释放锁 看一看 public void lock 注意我这里的锁呢 是不可从路锁 理解可从路锁 先看不可从路锁 public void unlock 或者release 好 我们这里加入 synchronized 写个死循环 while easy lock 如果这个lock 为真 显然被持有了 被持有了 我怎么办呢 加入等待 还记得等待吧 在我们讲 生产者消费者 模式的时候 有个weight 每个对象 都有weight 来 slos 如果 为force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锁了 来使用锁 那这个锁就变成了 真了 能看到吗 好 这是我们说的lock 使用锁 那这边呢 easy lock 为force 释放掉了 同时呢 别忘了 notify 对吧 notify 这个没忘吧 显然是唤醒 这块是等待 来 我们接下来 用一下这个锁 lock 等于 new lock 写两个 成员方法 用一用 public void a方法 public void 作为的b方法 或者do something吧 做一些事情 a方法里面呢 我们用这个锁了 lock 点lock 尝试的去获下这个锁 有异常 sloth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那我们调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释放它 点unlock 理论上来说 我们进到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拿到了这个锁 我们可以进到这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锁带下去 但是这块呢 我们没让它带下去 我们在这里一直在wait 这就是不可重录锁 来 我们这里也一样 现在呢 我们这里肯定说一些事情 先sloth 这里呢 我们后期呢 肯定要做任务了 要写代码了 看一看 就这两个方法 注意 此时这里的锁呢 能不能带下来呢 不能 这个呢 叫不可重录 这相当于 你进到人家的客厅里面 不能进人家的房间 能力解吧 来 用用 Test 等于 New LockerTest Test.A方法 有异常 sloth 异常我们都不处理了 再来 尝试的 Do something 运行一下 这块呢 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是吧 这个叫不可重录锁 理解吧 就是你用到了这个锁之后呢 它没有释放掉 没有释放掉 那我们怎么把它改写成重录锁呢 来看一看 改一改 03 来 我们达到可重录锁 锁呢 可以延续使用 这里呢 我们将这个呢 改成 re lock the entrance 可重录锁 怎么改法呢 我们这里加一个 如果是我自身的这个线程 我就不等了 加一个 slur的 注意 我看一看这个锁呢 是不是我当前线程 locked by 被谁锁了 对吧 如果是自身 我就不等了 能力解吧 所以这个呢 来 我们存储线程 把线程程程下来 做个判断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再加一个锁的计数器 priot int hold count 等于0 加一个计数器 我们呢 统计一下这个锁的使用 好 我们在这个wild的时候 如果被锁了 且 且 且什么呢 locked by 不等于 我们的当前线程 slur的点currentslud 如果不相等 我就wait 相等的就不wait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还是取个变量吧 待会还用 slur的t 等于 当我locked by 不等于它 是吧 好 那我们下面呢 锁了之后 locked by 是不是就是它呀 同时我这个计数器 是不是加个1 加个1 是吧 那我释放锁的时候呢 怎么去释放 不是瞎释放 什么锁都释放 当我等于自身的时候 当前线程 等于我自身的时候 我才释放 是吧 slur的点currentslud 当前线程 等等于locked by 等于我自身 我才去释放 首先第一步 计数器 减个1 是不是减减的 我们说了 锁上呢 加个计数器 当我这个计数器里 没有持有了 没有谁在用我了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释放了 等于0 看到没有 就加了这个代码 看到没有 就加了这个代码 同时呢 还可以把我locked by 复为now 对吧 可以吧 复为一个空 是吧 没有了吗 没有人用了 我这个当前线程呢 不用它了 好 这是我们可重录所 theentrant look 来用一下 同样道理呢 在这里用 在这里用 这块我们 holdcounter 加了private 是吧 这里面我们都加private 那我们要提供 get了 提供get 我们就提供一个 好吧 来 看一看 这里呢 我们用它 锁锁锁 是吧 跟刚刚代码一样的吧 运行 看一下 是不是释放掉了 来 释放了吧 看到没有 释放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 那个锁的计数器 是吧 那计数器在哪看呢 这块我们是用到了锁吧 我们看看计数器 lock 点 get holdcounter 然后呢 我们进到这个方法里面 这里是不是有锁了 又可以看一看 是吧 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释放掉了 这里可以看看 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释放掉了 看看吧 最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slid 点slip 一秒之后 我们再看看 test里面那个锁呀 它的计数器 可以吧 hold count 看看我释放掉了没有 这是我们看计数器 好吧 来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可重入锁 来进去 第一个锁 第二个锁 减个一 变成一个锁 变成零了 是吧 变成零了 然后这里面呢 100 这个100 哪来的 我们掉了两次 都三次 是吧 这个拿掉吧 好吧 掉一次就可以了 来运行一下 来看吧 看到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锁的计数器 这个呢 我们就叫可重入锁 可重入锁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判断一下 你这个线程 你进来的这个线程 是不是我这里面已经锁定的线程 如果是 那就不用等了 直接用吧 用这个锁 对吧 再用这个锁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呢 那你在这里好好地等着 等着我用完嘛 别人才能进来嘛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可重入锁 所以可重入锁呢 锁可以延续 同时呢 每个锁里面呢 有个计数器 好吧 计数器 关于这个可重入锁 在我们JUC 包下已经有了 有个The Entry Look 好吧 我们看一看 这个锁呢 不用自己写 不用自己写 这个锁啊 只是让大家看看这个原理 我们手动实现的 这个锁呢 是可以直接用的 The Entry Look 有一个这个锁 The Entry Look 看到没有 那这个锁呢 我们就可以用了 你看 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模拟它去写的 好吧 模拟它去写的 来一样的 看到没有 最终我们就实现了 它底层的原理啊 就跟我们写的呢 差不多 好吧 原理差不多 只不过呢 它写的更细了 里面呢 考虑的性能更多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可重入锁 所以这个可重入锁呢 对于大家来说 要记住 我这个锁呢 可以延续下来 同时呢 我这个锁里面 有个计数器 可重入锁 随处可见 能理解吧 所以这是我们可重入锁的 原理的实现 重点把这个搞清楚 以后呢 大家见到关于这个lock呀 就不要怕了 好吧 不要怕 lock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写了一个 自定义的类嘛 类里面有个对象嘛 对吧 然后呢 它里面写了方法嘛 看到没有 写了方法 然后方法里面呢 记录了关于锁的一些信息 大家以后对锁呢 千万不要怕 好吧 不难 只要你把这个看懂了 其他的呢 都是一葫芦画瓢 大同小异的 这就是我们锁的 最核心的原理 这是我想给大家好好聊一聊的 大家一定要把它 好好吸收一下